大家好,那么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 就是几岁买房会比较合适 我相信提到买房的话,以话论来说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成家立业 那么又有这些房子,那么也比较有一个贵属感 对不对,所以到底是几岁买会比较合适呢 那么像我们先来看看大概这个年龄层 每个不同的年龄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一些合适性,其实买的比较好 我们就是以20到30岁的时候 这段期间基本上是我们刚刚踏出社会 开始的去赚钱,开始的去找钱 那么也正在存钱的路上 而且也正在往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卖星 所以这段期间基本上可能我们的收入会慢慢的增加 那么存款就可能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们刚刚踏出社会很多都是需要去面对的 很多需要去解决的 所以这段期间你可能刚刚才要去取部 也许你可能有才刚刚买了车 工作开始趋向稳定 所以你开始存到一些钱 那么我们来看30到40岁的人呢 这年龄段的人他基本上开始的可能说职业 自己的一些职位已经开始的稳定 甚至生意上也开始迈向轨道等等 所以他们可以说这段年龄段的人可能 钱会比较有一些也存到了一些钱 收入也比较稳定的 那么也就选择钱也比较多 那么可是这段年龄的人也可能他们已经有了一些负担 就比如成家立业有家庭的 可能也有车啊 可能也换了几辆 然后也许买房的等等都有 40到50岁呢 40到50岁的人呢 他们基本上在这年龄阶段 他们应该已经去像是一个求稳的一个阶段了 就是说不想要有太大变化了 所以他们能不能买房也是能的 基本上这个年龄段的人的钱一般会比较多的 OK 比如说有卖相有追求金啊等等啊 生意越做越大啊等等 所以钱应该是会比较多的 可是现在负担也比较也是一样多了 怎么说因为年龄的增长 很多东西需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啊 父母亲啊 双方父母啊 孩子啊 教育啊 还有一些可能医疗费啊 因为年龄增长啊 健康也是要照顾的 那么50到60岁的人呢 基本上在这个年龄阶段呢 已经开始的是卖相退休的 所以他的收入绝对会减少很多 OK 所以 到底是20到60岁之间 到底什么年龄阶段去买呢 各位可以依据大概刚才我所说的一些情况 去做一些简单的去做一些判断 但是我先再说一些我们现在一些趋势 就好像现在的人都比较迟婚 OK 有可能 呃三十多岁才结婚 那么三十多岁结婚的话 意思代表 你 你 未来的小孩的话 那么你小孩 可能到你四十岁的时候 他可能还在上小学 那么当你五十岁的时候 他刚刚进入中学 那么 当你六十岁的时候 可能才可以 你的孩子刚刚才上大学而已 所以就看你到那个年龄段 应该 能不能去承担这些所需要的一些费用等等 那么现在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物价越来越高 货币越来越低 啊 这个真的是 嗯 没有办法讲太多啊 然后生活开始 当然越来越大 OK 那还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房价 越来越高 对不对 就以我们现在 以我们现在新商的状况来说 以前我们买一些双层牌楼的话 可能 呃 勉强的话四五百千 已经算不错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新起的多数都是 七字头起跳 八字头起跳的 就是七八百千以上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是买了一些工作的话 我们要去付到这么高的那个 房贷的话 你想想的话 真的是不简单 因为如果你买到七八百千的物质的话 你的每个月工期 最少都少三四千块是跑不得的 还没有包括其它是杀费啦 OK 所以这个就是要去 啊 慎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最后我觉得呢 如果我们几时买物质比较好的 我觉得两点真的是非常关键 第一点就是你需要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 你的家可能需要 换的更大件 因为家庭成员多 如果你需要搬家 你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开始新的生活 你需要买一个新的家 啊 我觉得买就对了 不用考虑这么多 因为你是需要 OK 另外一个的话 我认为呢 只是买房 我觉得趁年轻的时候买 因为根据刚才我们所聊的一些 啊 状况的话 会发现年龄越大的话 你的负担会越多 所以趁你年轻的时候 你能够买的话 就买 辛苦一些辛苦先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OK 你可能没有用到 就先让它出租圈 就让别人来先帮你供 供一些部分的一些供期 我觉得也很好 那你需要的时候 你才收回来 啊 那个时候可能你的负担 就没有那么高 因为你的屋子可能 供了大部分 那么 你就需要继续供 剩下的一些部分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越吃买的话 坦白说你的压力会未来越大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简短 一个简短的一个分享 喜欢各位喜欢 那么如果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麻烦各位点个赞 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能够 参与我们这样的话题 OK 那么我就是 爱说房的老爸 谢谢各位